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20日 这是今天第一场读报点读节目 有读者发的留言,我看到了 想到说是我这个节目的声音太小了 每次我做完之后都自己看一遍,声音很大 我估计是不是翻墙,中间有一些麻烦 这个不是我的原因,希望大家谅解 那么回到政体,新华社今天头版头条是党的20大以来 以新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执行中央八强规定 推进作风建设的综数 这就是洗脑,因为什么他干了十年 内政外交都干的是错误连连 党内军队社会上普遍的批评 国际舆论更是无天盖地 今天海外的万维网一篇文章 两大危机难解,其误判连连 他就用这个词,对吧 这篇文章讲得很好 他就讲到中国近日发布经济数据 宣称出预期目标,圆满实现了,前景十分光明 明明经济上搞垮要崩塌了,他却前景光明 这也是严有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一出了以后就是 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了解这个词 你看他这里讲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萎缩 美国经济研究公司骄傲,彻底集团认为 消费知识有限,房地产又萎缩了 贸易顺差下降 以及地方政府财政遭到重创的现实 意味着二三年中国实际增长率 就是1.5%就不错了 但是李强怎么讲,5.2% 你看见没有,这都是虚假的数字 昨天我讲到了 因为他以前定的目标好像是5.5吧 对吧 如果说告诉你实情 那人你身中没有信息的 信息就要辞职了 如果讲的太多的话,也不太好意思 其实就是个付出 1.5%都夸张 反正是比封共那三年了好一点 但是已经无理回天了 这篇文章讲说 22年中国经济水分很大 实际增长只有0%到2% 有分析指出 中国陷入房地产危机和债务危机 而新平当局束手不策 误判连连 倒到内政外交 一地鸡毛 明远非常厉 包括李强这次上 达布斯去施盖尔归宿 什么事没办成 回来以后搞的还引起了一些内斗 你看呢 出来回了第一天 这情况是只有两天文章载 就显示出内斗了 一个是什么李强回来 还照着做一个报道 另外就是强调达布斯是习近平搞的 习近平指引7天前 你就可以看着它是存在的内斗 有的媒体说没有内斗 不可能没有内斗 那么今天这个就告诉你什么 你不能批评他 你批评他 抓 发生不一定 洗脑还不行 强制措施 从中心的一个角度来讲 他就只是高级的脑干 也就是不级以上的 所以说你一旦不服手 你敢质疑他 祭品他 挑战他 那就早死 所以我不太相信外界讲的 张永霞想遍复他 这些张永霞 对他 仇恨 你说错了 张永霞仇恨的是 仇恨西平 要令张永霞维护着 西平早就跑太了 那都是这样的小消息 我就没了 那么今天新华社我给你讲 最最重要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看出这个西平 这个目前的形势 就非常的压力非常大 就是经济的问题 基本上经济混盘了 守不住了 李强又无法办 李强大秘 五省龙卫生不去 这个大博士 我看你们都讲了很多理由 要求我看 就是什么 这个国业系统 这个难办 很多事难办 如果离开这几天 就这么几天世界 都容易出事 所以很麻烦 他就留在他那手的实际上 给他处理这乱七八糟事 这留在什么地方 那就不知道了 是吧 怎么留 不知道 也可能身体不太好 反正昨天 这个技术是出来 我是没看视频 我没有那么经历去看 那么多的视频 这说明什么 就是这个李强现在的处境非常难 为什么呢 你这个经济搞不好是习近平的事 什么事都是习近平 拔在手里 你这权力集中于习 然后呢 一旦出了问题 他就退去电小二 这些人倒霉就倒霉在这里啊 而且电小二们互相支持 争权夺利 有的人就说他不行 那么他那基本问题 马帝经上了好多 就说他行 硬逞了整个就造假 共产党就这样嘛 就是谎言这东西里面 所以这个这边文章批评就是什么呢 他是批评下边的人 你不听话 你不听话就拔架弓箭规定给你 紧固之谷造主 但是地方官员呢 你不能搞 不能搞什么 不能搞个人崇拜 你必须崇拜我 怎么看出来呢 你看疯狂往今天有一题 题目叫参观在宿舍门口 装的KTV 他要求干部七点起床 跑步喊口号 这就是反腐贵的那个专题片里透露 你不听你看了 就这个领导干部 他是地方小官员 他就让那底下的官 都拉到他这个危险群里 他每天他所有的事都是在币 别人必须和他一致 就等于说他是大东地的小习近平 那不行 习近平可以做习近平 你不能做习近平 还要听他 所以也觉得很麻烦 那当然这个小官员呢 他就是无关紧要的一个小会儿 因为他才是一个币州省员 这个叫千东州人大唱会员 副主任毛颖志 现在这个专题片正在讲他 你看这个照片 他是在被抓起来以后的照片 他在看他 其实中共这个体制就是这样 所有的算是一个省的资质区啊 这些官员们都假装忠诚习近平 只要是调过这身的习近平走了 回到他自己管的一目三分之 这个都是小习近平 都是一眼修正 他这个体制就是这样 反正不分啊 这个不像赵紫阳那年代 他讲的分钱都是一个制衡 现在连对比派都没有 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啊 那么第二题是什么就是昨天呢 省得起干嘛 新脑新话 讲讲到了 还有昨天讲到了就是 关于这个工程师 国家所有攻势团队 就习近平想回到毛肚时代 他先打个如意算盘 不敢公开 抗衡 忽有台湾 独统台湾 台独 然后呢 制作紧张武器 仿造金山炮2.0 就我也变成 这个军战是正确的 我是虚实打击我 儿子复运上来 他才能放弃 所以他现在就很着急 他一方面担心什么擦枪作果 你看对菲律宾现在 对美国现在恢复谈判 今天还有个谈判 新华社也报道了 农业部和美国的农业方面 就会谈 所以他是金融 对不对 他讲经济上还是想 向美国帮他 他做了些妥协 这是等待机会 这个 这是今天这个 第三组 这个情况下 老计划进去了 那就 老计划进去什么 成为罗斯丁清化 有技术的人 也该好给那个什么工程师 没有技术的人 好好劳动干活 八级大工艺 劳动 对不对 你和毛泽东时代一模一样 不许是八级大工艺 你知道那个 我小的时候 你说我妈妈都羡慕 我的理想也是 咱们能到造三场去 当个工人 带一个好的师傅 学习 技术 技术员再生工程师 你看就回到那个年代了 习近平搞这些名堂 另外你看在下一题 我国工程建设全面推进 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 就等于承认他过去干的十年 是低质量 确实低质量 所以我搞到今天这个程度了 是吧 连李强都已经看出来了 就是他这些东西修的 但是大家随不能提拼他 所以习近平 你看他讲的高质量发展 就工程建设在投资赶快上了 好 拆着东西 我先想发出赛件 高质量的赛件利息高 老百姓 因为现在属于 属于这个通缩 是吧 通缩的特点就是 老百姓手里还有一点钱 但是我们的钱在 那里不敢不扯的话 因为历来不去领行 那么想 这个家伙什么时候能下去 下去 下不去 都是他的人 都假装忠诚 都盼得下去 也不敢挑战 他能下一个 所以就消费不行啊 这和美国比较 美国现在经济上 那好得不得了 现在我跟你讲吧 你别跟共和党批评 拜登 拜登怎么干共和党批评 两党都跟我说 他的经济还是不错的 在经济上已经超过中国了 所以中国现在很大的麻烦 到现在的辈子 还是经济是复苏 就是说 所以他现在鼓吹什么 工程建设全面推进 这边发了债券以后 你成功给老百姓利息 老百姓杀赏的钱 又送了银行 而且不舍得花 那你这钱干嘛 你就得偷死了 拉动 你看 他这个新华社 新华报 新华 叫 这个 活力送骨 有你 有我 叫 歇花式 宣传 就一年 新年开始没有别人就呼吁 新年有新气象等等等等 其实今年新气象并不好 你看 李克强的老曹 由于内斗 官员不干事 每天都在想 你逗我逗你的 昨天我不是讲的那个案子吗 就是一个姓马的举报个姓的官员 是吧 人家是内斗 所以大家没有精力抓生产 案件生产 你看 今天轰的一声 两个大事 是吧 你看今天这个海外媒体报道了 就是蒜末 到了 这个新华社也到了 所以在李克强的老曹 又一个 这个学校 李强的老曹 然后在长州呢 又有一个工厂 粉尘爆炸 那边 从长州的工厂 粉尘爆炸 造成疤死 你知道吗 你去想想 这个是多大的事啊 你大家都知道 长州 就江苏 那李强的老曹 你不管是李克强 还是李强 老曹都有问题啊 你看 这是位于上海 西北180公里处的江苏省长州市 当地是凌晨3.38分 一家金属制品厂的车线 发生爆炸 又死了八个人 那么 到目前为止啊 他说这个 还没有详细的情况 批评出来 正在调查他的原因 那与此同时 在李克强的老曹 河南 在我们一个宿舍 学生宿舍 又发生了火灾 又烧起来了 又死了13人 南亚 给大家看这网上 这个有截图啊 为了节省时间 我也不编辑了 编辑的也没有用 因为你编辑不好 人家说你吃饭 吃饭版权 是吧 维斯兰人 我这个节目 你们就看一分钟就行了 一分钟生命 他 做完挺快 是咱们的这个优势 是吧 河南省南阳市 叫方程县 独树镇 验山寺 兔村 英才学校 就四地学校 发生火灾 招火了 李克强又死了13个人 李克强 为什么在这老茬 去生这么多 那就是什么 就是官员现在没有心思干谁 陷入了内斗 回到这个新华社 但是还在忽悠 达沃斯你看 达沃斯观察 世界眼光 望向中国 毕竟李强去了以后 很多有钱人 几万人 涌到那小镇里去 是吧 都是一些 有头位 有才有事 马云不是也去了吗 据说李强带了1200多人 但是看官方报道 好像是700人 都是什么一些 是吧 但是我要告诉你 就是马云 就是有人的关系 帮助李强 也无济于事 环境现在放 你看两场战争 俄乌战争 八亿冲突 八亿冲突 现在已经外溢了 对不对 你看伊朗一炮轰三国 对不对 你美国反击 红海危机已经形成了 下一步搞不好 就是世界大战 你看朝鲜半岛的金山炮 对不对 还搞下水下的什么 什么名堂了 是吧 这个核振 在这个现在下 马云就是十个马云 有不利回天 我看有的朋友在这讲 马云去帮助 这个 就是这个 李强他 铁哥们 给他打打电话 在那找着人投资 没那么简单 是吧 你就想想现在这个 有谁比生意人更更狡猾 是不是 你看到大环境 你就知道 为什么不能变了 你看今天美国真正有点名 叫安诺斯福格拉斯 沈正恩是干嘛的 他担任丹麦首相 八年以后 09年到14年担任 北约秘书长 他周日 这个周末 访问华盛顿 他接受美国之前采访 阐述了 两个阵营开始开干 当然他是前政要 他可以乱讲 他不是现政要 但是他反映了 目前那些社会思潮 一些观念 非常重要 这个给大家讲一讲 大概率还是要发生战争 将来是对峙两方式 让两个方块对 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 其他国 一个是以中国为首的 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 沙特现在还没看出 能加入 当然这个 现在新人正在演练 在这种情况下 你经济上不可能好 那么 所以说这个李强 他没有招 何况李强本身 也没有什么本事 带小二 那当然 你可以看到你 李强在某些方面 比习近平稍微软一些 就是对冥营起 如果李强不保 马云不可能有今天 反过来讲 马云也无法报答他 因为跟随他这么多的 一些老板大 就在那些 盛情想好 和胡鼠吏 没什么用处 我就跟你讲吧 你只能给那个皮鞋擦亮点 你自己促进好的 在那个地方可以 或者滋润一点 并不能扭转中国 这个经济形势 这是世界性的 已经走不回去了 你看下一题是 多国重臣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抬头 就忽悠着 习近平打这个如意算盘 只能把这个形势 呼吁得非常紧急 每一天在备战 这样他就可以寄生全力 是吧 他就可以化解社会矛盾 要否则人把矛盾对着他 但是又很担心 擦肩水火 一旦打起来 等不了四十天 他就在跑 我就跟你讲吧 你们会看到 如果打起仗了 只要是枪响了 就知道中国将军 这就要打定 共产党的统治 你也得崩塌 有人说我乐观了一点 你不一定看了吧 我累积社会矛盾太多了 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你再看下一题 《朱雀三号》 和服用火箭 首次催直起降 飞行试验几时 就秀中国的航天科技 其实在这之前 这篇文章里 就关于 这个党的十八大以来 西部未受党中央贯彻 这里边还有其他些文章 都讲到中国成就党的 讲到了 就航天科技方面 再不就是中国的 这个西919 再就是那个摩渡 采出那个游轮 对不对 因为这次我做了 游轮 我知道 那人家海外的游轮 那还是人家成熟 人家技术先进 中国的游轮摩渡 百分之九十零件 还是论商提供的 对不对 包括服务是吧 那些不提讲的 我们讲这个大口形式的介绍 很多就是抱有水分的 就在什么呢 民主力 因为很多老百姓 对西919的失望了 你看下一题 各地开展专项形容 提升相存地名介绍水平 为地名 他这个 讲作一个 其中有些地名 加了随着个人从背的价值 你可能就改上名字了 是吧 西919大集 西919大集 是不是 不是有人都要给维多利亚班改名吧 不要改那个 你看下一集 还有我国首台国产 发射 后射电警 发布 也讲中文的科技成就 那下一题再讲到中东这个局势 啊 今天讲到了这个王毅 王毅 王毅马叫 交班 交班这时候他忙活什么 到处走一走 协证机会 旅游啊 多露眼 另外还有个问题啊 自己下台以后 他知道西919可能要在外交部反腐败 还有些事可能也得出去考一考 这个擦干这个这个这个证据 是不是啊 比如说转移的那些钱是吧 都处理处理 工手托门搞一搞 都是一样 一看就搞这个名堂 四处八虎是吧 一看是到巴西 巴西总统见他是吧 如果在那里搞一带一路 拿了回头的话 钱在那里或者是孩子什么 其他三级路 你们都赶快撤啊 哥们就最后一次了 帮不了你们了 就像王岐山上台之前 是不是啊 我是大叔啊 但是现在已经是咕噜包子了 以后不能让我找你多了啊 大家兄弟登山 各自就平安 是不是啊 一开始玩这些东西 还会忙 一直忙活到刘建超上来啊 刘建超上来以后 可能就要开始 一个是调整这个外交政策 如果现在大伙议不会更能改变的话 那可能要和美国关火关系 因为你再搞下去打仗 你看菲律宾这次为什么那么强硬 就是哆哆逼人 你看中共马上退出了 一时不可能 水泡就没有了 激光也不造势了 连口号都有了 为什么 再往前轻轻这么一动去 习近平政权就完了 习近平心里非常清楚啊 有什么 张伟祥弄不愿正啊 恨美国恨 你给咱搞的 他不是很习近平 他怎么能看习近平 他俩是红膀子 亲兄弟是吧 死都在一块死 是不是 你再看下一题 中央组织不从代管 中央管理党费当中 多的快3.18亿 那干嘛呢 用于党员培训的洗脑 还在洗脑 因为想骗他 他的党费就强食 强食我的老百姓钱 中国最有情的党 党国不分 港产非常明显 等他垮台以后 把财产一没收 不用你老百姓 老百姓跑了蹦高了 到那一天就好了 还有下一题 我国中央储备粮智能化全面提送 这就是要备战 因为那个储备粮非常重要 就是有些粮啊 粮都是倒了去嘛 就是你让一个家庭有的人 也应该背一点 对不对 中国那个藏库 你没看告诉外界 告诉你很多粮 是吧 但实际上没有 早就在里面都卖了 分了判了 怎么办 上去一检查 别着火了 有保险就着了 你看粮库竟然着火 这个着火 对不对 就粮库是很大的问题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到东北区啊 倒出去看那些粮库啊 我看得多了是吧 那么你看下一题是 广东立法支持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粮港澳全面合作 这都大忽悠了 大忽悠了 你当香港的这个光芒失去了以后 就哪个开放的窗口已经完蛋了 关闭了 你就可以看粮港万是什么 就全部内地化 你看香港有什么 就是那个自由上网 其他都没有了 完蛋了 依然流水没有了 这都相忽悠啊 还有这个食品 岛内主流民意 对民进党 不对抗路线术 不 现在就是习近平觉得很丢面子 我估计可能对这个孙涛是二教啊 肯定不能说是自己的这个 那孙涛可能和马英九 他们也有功对 批评马英九 承败马英九 不过国民党现在手里有张牌 那就是什么 就是韩国瑜 韩国瑜这个人这么讲 还有本事的 你看韩国是北农的嘛 是吧 他北农的上帝不就当时就是这个 克文哲就克提嘛 是吧 他现在是国民党 现在多一票在立法院了 所以这个叫 现在正在搞这个叫韩 韩这个 和江青山 韩江沛是吧 这个志在比 大概也是要上来 实际上我挺赞成的 为什么 通过这么讲治愈的这个民进党 因为咱们这个无党无派的 属于一个中立的媒体 咱们不占观点 到现在也没去 你治愈的民进党才防止它做大 如果立法院是它大了 那不麻烦 也是一党专政那不行 另外还有这八个 你说这些小白兔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就克文哲票也很重要 因为韩国瑜当年 第一个博乐部就是克文哲 所以这些国民党在立法院里很厉害 当然我这是完全是门外害 我每天瞎看 就一定准备 我要告诉你们就是什么呢 将来岛 台湾岛肯定还是会出现 非常热闹的情景 选举文化 每天在选举都在逗 这好事 这里讲的什么 他欺骗国内老百姓 如果习近平真正有信心的话 是应该让这个 中国的电视广播 一打开就可以看台湾的大学 第二天共产党就夸台了 马上就有人讲 你看人家选的很好 为什么你说中国人不能搞民主 刚下 人家就把他选掉了 你看台湾这有合理 我是挺喜欢的 什么韩国瑜 那是很能干的 北农是卖菜的 你看从早上干到晚上 到底那么好 你怎么还找到了麻烦 你看在立法院里 你看 还有一个姓王 头头头头是次次爆炸的 指责的 你看在撑枪舌电 有意思 韩国瑜也了不起 韩国瑜也是个人物 韩国瑜这是立法院的院长的概率 比较大 本人认为 当然在看他们内部怎么去 去平衡的争取这个选举 是吧 那非常有意思 那么今天海外媒体披露了一个消息 就是看中国网站的屏幕里 讲到中国的腐败人士 就台湾理想有腐败也有 我估计 但是比较难 有质疑的 中国没有 所以今天看中国网站 就是有新消息 传李长春女儿辞职 去卷裁内幕在北京 就李长春家族是被腐败 因为他是大连人 他妈和我住在一个区 西岗区 那么这个李长春 他的各个李长吉 是大连是建立副主席 也是负败的分子 然后那个房地产公司 他讲的 就在那个 这个 新工建的地方 老板不傅燕兵吗 我给你们讲 100% 那土地不都是李长吉给他搞的 从那里拿来分城 是吧 傅燕 那是大连商场上叱咤风雨的人 我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就是抓了 可能也把他家放了 小树 没发家之前 我就认识 那都是小本味的弟兄 就 从中本的培养处理 是吧 等到下一场吧 我给你们详细讲一讲 看中国这边网站非常有意思 讲的非常详细 大概率是准确 就李长春春家族的腐败 离你们难以想象 但习近平好像不太感动他 什么原因咱不太清楚 等到下一场跟大家详细讲一讲 那么今天新华社还有一些消息 比如说广东省立法支持南沙深化全面 面向世界粤港澳 刚才讲到了 有些那是黄昆明正在成为了 这个广东建政以来应该讲 全是最厉害的一个官员 他抓的人最多 你像广东省那么多官员抓 并不是李西奥抓 应该是黄昆明 他帮助习近平复兴这些弟弟 抓得很猛啊 这么讲吧 据知情人士透露 已经把胡子华汪洋 特别是汪洋系的人 一过才都抓了 几乎全收拾过了 一个是搞钱 一个财政没钱 另外打击人民 那么黄昆明自己呢 恩坦 他也是大坦 大坦抓小坦 一黑一反坦 一坦三坦 这又想起什么呢 想起了郭文贵的话呢 说讲的是对的 不要对郭文贵全部否定 郭文贵等到川普上来说不定 有机会 也很难讲 这是我下意论 你看这个 还有一个消息 铁路部门 叫静音车厢 普拓展到72列动车 你回国就知道 哇啦哇整天炒热了 我都不太在乎 5273段次了 这讲到什么 就现在这个经济上是不好 但是中国毕竟人口最多 而且到了春节了 大家都是欢欢喜喜过大年了 再没有钱也得攒钱 也有裤腰带的 回家是吧 回家见到有父母的 看父母 没有看父母的 父母不在哪儿看兄弟 我老家都想回去 我有弟弟哥哥 但是咱不敢回去 你回去就给他抓了是不是 咱就给他关到看书楼里去了 兄弟没看成全 去看难修难地 是吧 看囚徒难修难地 所以这共产党的统治家 实在吓人 当年有一天习近平下台 咱们回去走一走 对不对 我要讲的什么 他为什么忽悠这些东西 内心的话 因为经济不景气 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开始报道什么 就是地区流行 比如哈尔滨的澡堂子 哈尔滨的冰雪文化 冰登等等 这是有些特色的 你想春节期间 人员来往频繁呢 可能多多少少 会带动一点经济哈 你看 GDP增速6.3 吉林成绩在为中北全面振兴 你相信我是不相信 你想吉林这个地方我是吃的 那很难的哈 国旗很多哈 这个当然他那个地方 还是有一些 这个亮点的 比如说吉林市 那时候非常漂亮 江城嘛 乌松冰雪街 我年年都去啊 是不是啊 那非常 树化非常漂亮 还有个东西好吃 白肉血肠 血肠 酸菜 对那个大肥肉 哎呀 在蹲在家棒极了 谁都做不出那个味道 我跟你讲 有的时候我都退出去找啊 到个地方去找吉林菜 有没有事 没找到啊 我要告诉你就是这个经济上好啊 可能他比封控三年略比好一点点 像他吹空这样的哈 另外一个你看应急管理部啊 工作组到长州指导一个企业粉尘爆炸事务 民事都这样 一发生事务就开始表演了 应急管理部啊 就吃饱了 这都体制了 你上去看 你看 我到关键是个共产党冲着钱 然后再把习近平板子来说 在习主席指导下 咱们先抢救执行 习持等等等等 都是马逻辑 就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同样也讲到了河南方程县这个事啊 那么关于这个国际新闻啊 现在到了半个小时了 等到下一场啊 和大家再详细的介绍 好 好 谢谢 再见